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今年第二季度GDP负增长 是2011年来最坏数据 经历了一季度的大幅上涨后 日本二季度经济数据并没有延续复苏势头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今日8月13日70.50分 日本政府公布2014年二季度 4-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速报值 在排除物价变动等因素后 GDP环比比上一季度下降1.7% 同比比去年同期下降6.8% 相比今年1-3月的GDP同比增负6.1% 二季度数据出现大逆转 这是日本经济两年半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这个数字其实在经济学家预期范围内 因安倍政府在4月1日推行新的消费税政策 3月市场销售火爆 但已提前透支了民众的购买力 以汽车、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个人消费 在此后大幅下降 路透社报道称 日本经济将在二季度大幅缩水 这对安倍经济学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不过同时也增加了市场对日本出台 进一步刺激政策的期待 此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测均值为 截至6月底的二季度日本GDP折合成年率将同比下降 7.1% 近期数据显示 4月1日该国消费税从5%上调至8%后 日本家庭削减支出 企业投资下降 日本经济大臣甘利明数据公布后表示 GDP数据未改变政府对经济的观点 随着消费税上调的影响开始消退 日本经济要持续温和复苏 日本政府准备好采取灵活的政策 尽早推动 尽早拉动经济走上 稳定增长路径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将在检测数据后 决定是否进一步上调消费税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